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拥拥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组谈经 一三五四 文生旧库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 此事二成见解 很多人在学佛法 都是按照教科书读 佛法的重点在于人本主义 都是以你自己及你的人生为出发点 因此 你要从你的内在读出来 既然是声闻 就是听闻而来的 即听佛的开示或看经典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声闻 而非无师自通 纵使你没有老师 你也是透过佛经的因缘 而接触到法的 我们从声闻人开始来讲 因为每一个人 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第一个看到 感受到的都是他自己 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来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 他所想 所考虑的 都是以我的角度为出发点 因为学佛 也是从我的角度来学 释迦牟尼佛这么有智慧 他当然也知道你的心态 比如 你来学佛 不外乎是有苦 有烦恼 不外乎是有疑惑 不外乎是想要知道什么 或求什么 这些概念 佛都知道 所以 佛针对你的想法 来问你讲法 比如 你来问我亲子的关系 当然你们最喜欢 听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而不喜欢我绕来绕去 一个失恋的人 也希望我 针对失恋的问题回答他 大家心中有问题 不管是什么问题 归纳起来就是一种苦 你有苦的现象 所以佛很慈悲 教你四圣地 就是从苦字开始教 我不敢否认你的苦 我只问你 什么是苦 让你知道 你不正常就好了 但是世尊很慈悲 你认为你有苦 他承认你的苦 并随顺你的想法 而为你说法 作为佛子 你不仅仅要听课 也要学习为人说法 当有人跟你说他有苦 你就要很诚心诚意 静静地听他对你的诉苦 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人是有层次的 你要会用 比如 你的孩子问你 我想出国读书 你如果跟他讲 读书为什么要出国 在这里读不是很好吗 其实你的概念 就是反驳他 你的孩子去上班 他说 我不想在制造业上班 每天都弄得脏兮兮的 我想要在公司吹冷气上班 你却骂他 不争气的孩子 你的概念就是反驳他了 我们只要一开口 就是要把原型的东西压扁 我们就是要打压别人 你有你的想法 别人有他的想法 你怎么不顺他的想法 听听看呢 虽然他的想法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难道他的想法 是绝对的错吗 也不是 听的人要不要有想法 听的人只要有想法 一定听不懂 对方说什么 你说师父 这样很难 那难怪鸡同鸭讲 世间那么多误会 就是你听不懂 别人在讲什么 所以一天到晚都是误会 顺别人的意思 他说有苦 你就说有苦 曾经有人跟我讲 我最近一直都被外星人干扰 我就问他 他是火星木星还是土星的 有机会也帮我介绍一下 你不可以一听他这么说 你就说疯的 我们只有上课时才可以这样开玩笑 我平时不会这样 我平常看起来是很正常的 就是对于问人的来说 看起来不正常 上课才告诉你们 那个正常是不正常 因为我上课不能骗你们 我上课是帮助你们 其实也有意无意告诉你们 应该如何帮助别人 文后思维 你愿意接受别人各种不同的想法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谢谢观看